我们开大便宿了 我们开豪车了 离大普了这种 那是他们送了钱啊房子啊 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了 外人就说哎呀 奖金又高达了什么 三千万四四两千多万 全红缠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新星 自东京奥运会上一举夺魁后 便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网络上关于他未来 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夺金牌 奖金丰厚的猜测不绝于耳 甚至有人揣测 他的家庭已因此过上了奢华的生活 然而真相却远比这些猜测 更为朴素而感人 全红缠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生活并不富裕 在成为跳水运动员之前 他与家人一样 默默耕耘在田间地头 对未来充满了朴素的憧憬 当体校教练选中他时 全家的反应既惊讶又谨慎 他们并未将这一机遇 与未来的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联系起来 只是单纯的希望 为女儿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全红缠选择跳水 并非出于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而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和对家庭责任的承担 他深知通过努力训练 或许能够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这份质朴的动力 加上他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让他在短时间内 便在跳水界崭露头角 最终登上了奥运 贵的领奖台 关于奖金和外界捐赠的传言 全红缠的家人 给出了最真实的回答 他们表示 虽然全红缠确实会寄钱回家 用于母亲的医疗费用和家庭开支 但家里从未主动向他 索取过任何经济支持 相反 他们更加珍惜的是 全红缠的健康成长 和为国争光的精神 对于外界的各种捐赠和诱惑 他们更是坚决拒绝 认为不能消费女儿的荣誉和成就 全红缠的哥哥全静华 同样展现了家庭的质朴与高尚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创业 从未利用妹妹的名气来谋取私利 在他看来 妹妹的成就属于他自己 他更关心的是妹妹的身心健康和训练状况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成为了全红缠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在全红缠的激励下 他的弟弟和妹妹也开始接触跳水运动 并展现出了不俗的潜力 未来 这个家庭或许会有更多的优秀跳水运动员涌现出来 为中国跳水队贡献更多的力量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议论 全红缠和他的家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他们知道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金钱和名利 而在于内心的满足和家人的幸福 全红缠将继续在跳水领域追求卓越 为国家和自己赢得更多的荣誉 而他的家人也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爱护他 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全红缠会再创辉煌 他不仅会在巴黎奥运会上 再次展现自己的实力 夺得金牌 更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不断成长 而这一切的背后 都离不开他那份对跳水的热爱 对家庭的责任 以及家人的无私支持与爱护 让我们共同期待 全红缠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全红缠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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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